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时隔一年便更新的大疆Mavic Mini 2 应该是大疆整个无人机系列里面 更新周期最快的一款机型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大家看一看 这款DJI Mini 2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好了各位小伙伴欢迎来到极客之选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呢 刚才已经介绍过 就是大疆的无人机的最新产品 Mavic Mini 2通过这个名字 我们就能知道大疆对目前的所有产品线 进行了一个梳理 比如我们在之前说到的相机云台系列 Ruby S被命名为了RS系列 而Ruby SC则被命名了RS系列 所以说他们的命名结构都有一些区别 那么最开始使用这样的一个区别方式 是今年推出的OSMO Mobile 4手机云台 那么当时它被命名成为了OM4 当时我们还觉得这样的命名不容易被记住 不过来到了无人机系列 直接就叫做Mini 2 那可能大疆是想让这个系列的名称 或者说是产品序列的名称越来越简化 更方便大家记忆 也不会让大家产生一些误解 那么具体体现如何 我觉得咱们还是去室外看的吧 那我们又在老地方和大家相见了 这次我们依旧来到的是在通州的大游河公园 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进飞区之外 所以我们也能给大家带来这款大疆mini 2的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首先还是咱们说一说它的小小便携吧 因为这是唱飞套装吧 所以整个的包装里面其实是一个包 那个包如果说当时在给大家开箱的时候 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其实这样看起来 整个其实比一般的那种微单的相机包大不了多少 这里面一共能带一组电池 一个飞行的手柄 还有一个相机的飞机的本体 除此之外还可以塞一些小配件 比如说替换的螺旋桨 备用的摇杆 以及各种的备用的线材 以及可以因为它的空间还有一点 就放一些零碎的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本身这个飞机其实是有一个绑带 作为固定的还是非常牢固 并且非常的安全 整个的这个飞机的重量 其实之前我们提到过 它的重量是249克 在法规面前是非常友好的一个重量 并且这一代的产品 其实它的标准重量是242克 那么肯定会因为各体的差异 它当然都是小于249克的 另外一个设计呢 就是说它的电池 其实是和mini一代通用的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使用mini一代的一个电池 实在它的重量 整机的重量将会超过249克 不过这个应该也不是重点的问题所在 那么这款飞机整个在这个传感器方面 其实作为一个入门机型呢 只有一个下式的一个传感器 在前式和后式都是没有的 这一点和我们之前给大家试飞的 Mavic Air 2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 当然作为一款入门的飞机 我觉得很多的避障能力 以及跟随能力 可能在这上面显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当然谈到了它的拍摄能力 它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能够拍摄 4K 30帧的一个画面 整个的画面的分辨率提升是非常大的 并且4K的视频 其实是会给创作者 带来更多的一个裁剪的空间 这一点也是对于后期来讲非常友好的一个部分 当然因为受限于它的级别和这个入门机型的一个限制 帧率如果你拍4K的话 是被限制在了30fps 如果说能有60就更好了 当然这个可能对于它的续航能力就会有一定影响 并且本身它的相机组件的一些发热的控制 等等的其他一些体验可能会有所损失 所以说能上4K 我还是对于这款产品 尤其是定位一个入门的机型来讲非常满意的 那当然针对于它的这个手柄 其实如果你看过我们以往的Mavic Air 2的一个视频 就会知道这个手柄整个的手感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并且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讲 无论是你放置手机的位置 还是握持的时候手的舒适度都是很OK的 而且它的图传距离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 并且的稳定性 就无论是遥控的稳定性 还是图传信号的稳定性都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最最最重要的也是因为它的铁接上升了之后 它的续航时间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增强 就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唱飞套装 它本身带了三块电池 那么根据官方的续航时间来计算 假如说每块电池支持31分钟的一个续航的话 那么三块电池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一个续航时间 它的手柄是完全可以支撑的 甚至五六块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对于一个飞手来讲 你不用频繁的给两个设备来回充电 这是一个非常乐意见到的一个事情吧 那么当然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它在APP端的一个体验 也比以往的一代得到了明显的升级 就比如说它在一键短片里边增加了彗星的功能 这在以往的迷你一代上是没有的 当然其他的一些什么环绕地点飞行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还增加了一个全景照片的功能 那全景照片可以通过九张照片的一个合成 让用户拍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视野 最后一点 它得到一个明显提升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款产品在图片的传输性能上 会变得更加的友好 首先它可以截取某一段素材 也就是说当你的图传接收到这个素材的时候 你可以截取某一段进行下载 这样的话对于用户来说 你不必把整个的视频素材都导入到你手机里 那样既耗时 整个体验 无论是手机的发热还是这个无人机的发热 体验都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另外呢 现在也支持用手机直连无人机就可以传输数据 当手机打开WiFi和蓝牙之后 我们可以让无人机进入图传模式 那么这个时候用户在app端就可以收到一个推送 就是这时候发现附近有这个mini 2 那么你连接了mini 2之后 就可以像之前以往比如说大江Osmo Action那样 直接可以通过手机与无人机相连 然后进行这个照片的读取和拷贝 直接可以进入相册来拷 这比以往必须要连接你的遥控器 再连接无人机来讲 这个体验要优秀的多 而且也人性化方便的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